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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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音樂 演唱 音樂 在接下來的話就是 有這個八皇后 然後三座城堡 先從三個城堡開始 那 這些城市碼都在 上个礼拜的课程网页 或者是这边有放这个连结 你们可以再去看 但是最好是自己先写一写 再来对照一下 不要直接看答案 就是你凭着你印象 凭着上课听的印象呢 你重新把这几个题目再做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三个城堡的 三个城堡的例子在上礼拜就已经有了 那我们缺的是判断它有没有冲突的程式 三个城堡在这里 它的资料表示法 这是我们要先看一下的 就是它就把那个棋盘 因为现在棋盘是只放三个城堡 就三乘三 但是我们刻意把外围多了一圈 变成五乘五 不过那一圈其实用不到 那但是这样的好处是 我们的编号就可以从一开始 就不用从零开始 刻意跳过那个最编号零的那一个 roll跟column 所以我们五乘五的棋盘 用了中间那一块三乘三的区域 那我们要记录呢 当时城堡放的那个长相是怎么样 然后有一个function 这个showboard就是要把 当时的棋盘的状态把它画出来 所以就用一个双层回圈 i从1到3然后j从1到3 然后把每一个这二维正列的元素呢 把它印出来 那man的话呢 它就呼叫这个place 它就开始放 从1的话是说我要从第一个roll开始放 然后它会随着递回呼叫呢 把这roll的编号一直增加 因为你要放第一个roll 再放第二个roll 再放第三个roll 然后通通做完之后呢 它就会画出像这样的东西 那这里是还没有检查到底你的放法是合法还不合法 因为城堡应该是不能跟人家在直线上的 所以像这样的摆法是错的 我们必须要再把它淘汰掉 那这个摆法就是可以的 互相之间不会冲到 那要怎么样写这一部分呢 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这地回是怎么写的 刚才讲的那个 它的棋盘是 3乘3对不对 那我们刻意留的这个边框那个 不要用这样 所以它其实是5乘5 那就可以让我们的问题呢 是从这边是i等于1开始 然后i等于2 i等于3 然后这边是j等于1 对应到这个坐标这样 那因为我们是以roll为单位呢 在这边去试着去放东西 放城堡 假设一开始的整个阵列的内容都是0的话 因为我们刻意用一个global的阵列在这里 放在man之外 放在所有function之外 那它在程式开始的时候就会被清成0 所以一开始这边全部都填0 然后我们就开始呼叫place 然后放那个e进去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先从第一个roll开始 我就试着摆这边或摆这边或摆这边 我一旦把城堡摆在这里的话呢 这边就做个记号写1 因为其他都是0嘛 然后这边就放1 所以1代表说这边放了一个城堡这样 城堡 非常像 那这边摆了城堡之后呢 这里都还是0对不对 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要去递回呼叫 叫他去摆下一个roll 那就摆 从他开始嘛 那你如果先不去检验 到底有没有跟前面的冲到的话 你一样就要去试着摆这边 摆这边摆这边 所以我就试着摆这边 当然这样是冲到的 其实不行 应该要跳过 然后再下来这里的话呢 就城堡为什么要画这样 不过是像一个西洋期的城堡 是长这样子 画这样就好了 那再来到这里的话呢 他就会试着摆这边 越画越紧张 然后再来呢 这个做完之后呢 就到下一层当中就没有得做了 所以不用做了 他要再做一件事情是把这个插掉呢 试着摆这边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就 就会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不行的话呢 你会再把它插掉 然后再把它移到这里来放 那用这样的方式 把暴力的把所有的位置都试过一次 所以真正的流程当然是 你要过程中你要去检验 它到底会不会冲到了 所以一样回到从这边开始 它这边放了之后 然后再轮到它对不对 它会试着把这三个位置走过一遍 放在这个位置不行 因为它跟上面冲到了 所以它就改下一个 它就放在这里 那这里可以 所以暂时接受它 然后到下一层 下一层的话呢 它又会试着从这边开始摆 发现说这样摆 好像会跟它冲到 所以这次不行 那就摆这边 这边会跟它冲到 所以也不行 所以它只能摆这里 然后再递回到下一层 可是下一层呢 因为已经没东西可以摆 它就结束 所以它就可以把这样的状态 画在荧幕上 你就看到一组答案就是这样子 那这组答案做完之后呢 这里就结束了嘛 那因为它已经试完了所有的答案了 它就回到上一层这边 这时候要做什么 回到上一层这里 它就会把这一格呢 去掉 改移到下一格 因为它自己的三个还没试完 它才试到这边来而已 它就试这一个 那这个摆了之后呢 它就递回呼叫下面了 然后它就试这边不行 试这边可以 然后再递回呼叫下一层 发现说不用再做了 就把这个状态引出来 所以荧幕上就看到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 改掉 我还有下一个没试 这个要试 但是发现它冲到了 所以这边也不能 那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回到这一层之后 这个已经试完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不用再 不用再往后试了 那它也结束了 要回到哪里 回到这里 回到这边的话呢 因为它才试的第一格 所以它必须要把它改掉 改试第二格 然后再继续做刚才底下的事情 那这就它整个流程会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程式码怎么写 一进来之后呢 它会有个回圈 把1到3 这边是指那个哪一个 哪一个 column 所以 你如果喜欢用 j当作column的话也可以 虽然说在这里的 变数名称不重要 那你这边就放j 这样你就可以 针对那个 目前所在的那个raw 你把棋子放在 dj的位置上面 那因为有一回圈在控制 对不对 所以你每次放了之后呢 就做个计号写1 代表这边放下去了 然后你就递回呼叫底下的 下一层 然后下一层递回呼叫 完了回来之后呢 要做什么事情 我刚刚都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底下的人做完回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我就要试下一个 所以我要把它插掉 把它改成0 然后我改试下一个 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就是在这里做的 我要把它插掉对不对 把它插掉然后 下一次回圈到下一个 下一个j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那边填1 所以记得每次你放了1之后 地回呼叫完了之后 你都把它再改回来 这样子你才能够确保 你整个raw呢 只会有一个1 对不对 否则的话你到处一直填1 一直填这边就1 1 1 那没有 这个不是答案 那这里这两部做的事情就是 我每次都是 假设我就把旗子放下去了 然后再地回呼叫后面的东西 下面那几层 然后他们做完之后呢 回到这里我就把状态呢 改回原来的状态 原来的状态是当我还没把旗子 放下去的时候 我是0嘛 我是放了1之后 然后再地回呼叫 然后回来之后要把它恢复原状 然后下一个人在用的时候 下一个人才不会跟我冲到 对不对 下一个人才会 才会是他自己可以设定1 然后其他人他确定都是0 这样有问题 这两部可能是 刚开始在写的时候呢 会有问题的地方 为什么要把后面的 还要设成0 原因就是因为 你都是改变状态之后 在地回呼叫 地回呼叫完之后回来 你要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所以要把那个 被你设成1的东西清成0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在 在这里做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在这边做的话呢 会有个麻烦 对不对 你必须要是把前一个人清成0 对不对 这里要减1是0 好像也是OK的 就是按照我刚才的那个 画的过程的话 就是当我要把自己这边 写成1的时候 我记得要把前面那一个人的1 插掉 那这里就是在把它前一个人插掉 那但是 这样的危险就是什么 就是J减1到底有没有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写法呢 是可以的 因为J从1开始 J减1的话 那个0那一格是有东西的 那所以这回圈 就不用担心超出范围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要 可能你这边 J如果从0开始的话 你就要担心会减到负的 那就有问题 那是我们刚才 一开始就已经把洗盘 设定成这样子 所以这里J减1 看起来就比较没问题 然后这样的写法的话 就好像更符合我刚刚的操作 对不对 我回来之后 我就要先把前一个人插掉 变成0 然后再把我自己写成1 那其实 只要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收尾就好了 那这样是更简单的 所以程式就是这样写 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是检查 检查它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我们还没写 那我们就加在这里 我们假设有一个方选呢 能够帮我判断 我想要放在某个row 某个column J 合法不合法 它如果合法的话 传回一个true的值 就是非0的值 不合法的话就传回false 传回0 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才真正去试着 把棋子摆下去 不然的话 我就忽略掉这一步 试下一个column 直接J要跳下一个 所以valid这个function 要怎么写 写在这里好了 它要传回一个整数值 然后你给它 row给它column 这两项资讯呢 它会去检验棋盘上面 在它之前 跟它同一个column的地方 有没有其他棋子 如果有的话 就会return 0 没有的话就return1 所以它要检查if if什么 在它前面的人 所以看起来是要有回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有i for i 等于0 等于1 i小于 r 我要把 在目前所在的 r这个row之前的 每一个row呢 都看过一遍 看什么呢 看它有没有 跟我的column冲到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 因为board有 board是global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记录了说 在某个row 某个column 是不是有东西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东西 如果这里有 这里不等于0的话 代表有东西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忽略 不要写那个不等于0 就这样写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它 它如果有东西的话 我们之前会把它 直射成1 对不对 那1就是用来代表 它是有东西的 所以如果是true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0 因为你检验 比你之前的那些row呢 你发现有人跟你 在同一个column上面 那边已经 已经有放东西 所以你知道 这一格呢 rc这个座标的这一格呢 是不能摆东西的 因为 更早之前的row呢 已经有人跟它 在同一个c 同一个column的位置 那如果 它可以存活过 这个整个检验 这个回圈的检验的话 那我就可以return1了 因为能够做到这一步 做到27行这一步 代表说 它用这个for回圈 检验完之后 都没有在半途return 那我可以 安全地走到这里的话 那表示说 都没有人跟我冲到 如果曾经发生 有人跟我冲到的话 在这边就会提早让方选结束 就是tending 那这个就是你的检验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 它跑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几组 1 2 3 4 5 6 这六组答案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 摆的过程就是 它会先锁定 第一个row就放在第一个column 然后第二个row呢 因为它放在这边会冲到嘛 所以它唯一的选择 就放在这里 那再来呢 到了第三个row的时候呢 因为前面两个都冲到 所以它唯一的选择就在这里 然后在下一个row 因为已经没东西了 它就把它秀出来 呼叫那个秀 然后就把这个 当时的状态把它画出来 那就一路的回来 回到最后呢 回到这里 回到这一层 这一层的话 因为你还有一个没有试嘛 所以它就会试下一个这个column 然后试这个column的时候呢 最底下这个row又会从 这个column开始试 这个不行 这个可以 然后就得到一组答案 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 把所有的可能都试过一遍 就可以解出来 到底哪一些是合法的 那这是三个城堡的 的例子 那三个城堡的 会了之后呢 再来就是八个皇后 所以 所以 不过我们先简化一点 先用四个皇后就好了 反正都是一样 你会做四个就会做八个 那这边的话 我们刻意用 稍微不一样的 表示方法 刚才在城堡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一个二维阵列 去表示棋盘的长相 然后呢 我们递回呼叫的过程中 就是要记录 当时棋盘长什么样子 那这里皇后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改成用一维阵列 我们记录棋盘的状态 是用一维阵列来记录 那程式码先贴过来一下 它用的表示法是一维阵列 然后 Q是你的皇后放在哪里 那NQ的话 4是代表说 我们现在棋盘是大小的4乘4 先从小的开始 那假设说 我这个INTQ是长成这样的话 等于这个2031 如果它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 第0个Raw呢 皇后是放在边号2的column上面 或者 可以画一下图就知道 Q0等于2的话 那就是在 0 1 2 3 在2这个地方 放了一个皇后 然后 Q1等于 等于 0是不是 0 代表这边放了一个皇后 然后 Q2 等于3的话 代表在第三个column这里放一个皇后 然后这边是等于1 就在这里放一个皇后 那这个会是一个合法的解答 对不对 因为 你在棋盘上呢 皇后它就是不能 直的也不能 斜的也不能 就是对角线上也不能跟你一样的 那这任意两个皇后都不会互相吃到 对 它直线上面也没有 然后斜的这个45度角这也没有 所以这是合法的方法 那 它是怎么记录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靠这个一维正列呢 告诉你说 某个Raw呢 它的 皇后是放在哪个column 所以这个是Raw 这是column 这个Raw是column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最后要查表的话 我只要去查Q的I 比之I这样子 这个会是我的坐标 我在第I个Raw 我的column就是QI 这样子可以吗 就是有放旗子的地方 有放皇后的地方是 这个坐标 用这个坐标来表示 那 这样的表示法 等一下我们看到好处是什么 所以先记得这个 它表达 起盘状态的方式是这样表达的 跟刚才不一样 刚刚是把整个二维正列 把它记起来 你要0或1 哪边有0哪边有1 你要把它记住 现在没有 现在我们只 我们完全不管这些column的地方 我们只去看说 每一个Raw呢 皇后要放在哪里 只记住这样的资讯而已 那 再来就可以去写对应的 就比如说 你要把 起盘的状态呢 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你要写一个display这个function 然后你要判断 它的皇后摆法 有没有合法的话 你要写这个valid 那再来就是一样 递回呼叫的地方 那 我们先来把这递回呼叫 写好好了 这里比较简单是 比刚才的 城堡简单就是 你不用什么 把它放下去 然后把它擦掉之类的 因为 每一个Raw 只能摆在一个地方 这个数字只能记一个数字 所以它改了就改了 我把它从1改到2 它就变成这类的 那没有什么 清掉前面的这种需要 所以 这里就变成是这样子 当我把某一个 骑士摆下去的时候呢 摆在Raw的话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这个 Raw那一个 Q呢 对应的Q呢 它的值呢填成 我现在想要放的column 就是J 对不对 因为J就是要试过所有的column 跟刚才一样 我要把J从0到小于NQ 每一个column的位置都试一下 那因为这边已经写出 它如果合法的话呢 我就要摆 摆摆看 我摆了之后呢 我就要递回呼叫 对不对 就 Place 然后Raw加1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边是它递回呼叫的地方 不用再把它清掉 因为下一次进来之后呢 只要你把这个值改掉 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把那个皇后移到新的地方去了 然后每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 我就递回呼叫下面一层 那这个Place写好了 Display的话呢 这个就是 Inti J For I等于0 I小于NQ I++ 然后For J等于0 J小于NQ 因为我们现在要把整个起盘画出来 所以这双层回圈还是需要的 那我只要会做两件事情 就是我会print这个符号 或者是print这个符号 小老鼠的话代表是皇后 如果圈的话代表是空的 那什么时候该印这个 什么时候该印这个呢 你就要看一下 目前所在的 目前所在的位置 Q的I 对不对 它是不是等于J 如果是的话呢 代表说我要印这个 不是的话就是印这个 是不是这样 Q的I等于J的意思 Q的括号I等于J的意思 代表说 我记录在 Q的那个 第I个Raw的那一个 皇后的位置呢 是不是刚好跟我某些 我现在 把所有的整个起盘走过一遍嘛 一旦我发现某个Q呢 它某个J的值呢 刚好等于QI的话 代表说 皇后就放在那边 那时候我就画这个图案 那否则的话 我就画这个图案 那做完这次 每一个Raw的回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印一个 换行符号 那最后呢 我们也再印一个换行符号 隔开这个 一个起盘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跑了 它的Valid Column没有使用 没有使用的话 会给你警告 所以我们先乱用一下 这样它就有用到 然后这里是什么 QI等于J Q Q没有宣告 Q不是有吗 被我砍掉了 这里是INTQ NQ 那这就是它穷举了 所有的那个 皇后的摆法 但是里面当然很多是不合法的 你可以看到 它从最前面开始 这还没有到最前面 就是各种白法都秀出来了 然后一直到最后 大家都在最后Column 这是不合法的 我们现在剩下的只要把这个 合法不合法把它写出来就好了 我们写出来就可以下课 那休息 所以这里要填空 对不对 这个问号问号问号 要把它填起来 什么样的情况下 要Return0 这边的检查的原则 跟刚刚一样 就是你知道中间过程中发现不合法的话 我就提早结束 就Return0 如果你可以存活下来到最后一步的话 这个Return1才会是 表示你那个Fore圈都没有遇到有冲突的 那这边要检查什么 检查直线比较简单 我这边的I呢是 I等于0呢 是我从 就是我把目前的Row 更早之前的每一个Row都检查一遍 那 更早之前的Row 它记录在QI里面的那个Column呢 如果跟我目前想要放的 我目前想要放在哪里 我目前想要放在这个地方 想要放在RowColumn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这个 前面的人他所记录的那个 他所在的Column 跟我自己的Column是一样的话 这个就是会撞到的地方 对 它是在一直线上面 那还有呢 或怎么样 在斜的话怎么判断 斜的话就是 像 像如果你的皇后在这边 这个线插掉好了 直的话就是 我现在如果想要摆在这个 Row是这里 然后Column是这里 那不行因为 Column等于0 Row等于3 我在Row3然后Column0的地方呢 我想要摆旗直的话不行 是因为我这个0呢 带进去之后 跟前面的回圈呢 跑到1的时候呢 那它的值就是0 刚好跟我的Column0是冲到的 所以这是不行的 那这一格不行 那这一格应该是可以吧 那这一格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如果要放在这里的话呢 跟它会冲到之外 我跟这对角线也会冲到 对不对 你怎么判断这对角线会冲到 你要知道它的水平跟垂直的位移 对不对 要知道这DeltaX跟DeltaY 要会套用微积分的学到的东西 所以你要算它斜率是不是等于1 对不对 那这里就是Row减掉 Row减掉什么 减掉i 这是你在Row上面的差异 它如果等于Column上面的差异的话 就是Qi Qi是Column减掉Qi 这个数值就是 如果这边等于这边的话 就会是对角线上面冲到 但是它有两个方向 对不对 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对不对 或什么 或这个条件是一样的 只差在这两个颠倒就可以了 反正其中应该会有一个是成立的 对不对 不管是谁大谁小 不管Column跟那个Qi谁大谁小 这两个呢 其中会有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然后反正你都有检验到的 因为Row减i一定是正的 因为你是比较下面的Row i是比较早的 比较前面的Row 这个永远是正的 但是后面这里会有正有负 刚好可以让你去检验 这两个方向的45度角 所以这样就判断完了 最后解出来的答案就是两组 就以4乘4的棋盘来说 你要摆4个皇后的话 它答案就是两组而已 就是这两组 那你可以看到它刚好就是 有点有对称的这种摆法 那你可以把N改大一点 所以N如果改成5的话呢 就会有比较多的解法 然后N改成6的话呢 它的解法要变少 它只有四组答案而已 那原始的问题是N等于8 NQ等于8 它就有92组的答案 应该是92组 你可以去计算看看 你要计算的话就是 假设你用一个count 初始值是0嘛 你有初始或没有初始都没关系 反正是我们用一个global的变数 在这边记 然后再来呢 每次要show的时候 每次呼叫这个display的时候呢 我就把那count加加 因为Global变数大家都看得到 那我要画 我要找到答案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画出来 我要画的时候我就顺便把它加一下 然后最后呢 这里我们就可以把最后的解呢 印出来 到底有多少组解 所以就92了 就是NQ等于8 8乘8的起盘 它的皇后的摆法是这么多种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讲后面的地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